陈傑 畜长 后面已经封锁了 说好了 由你来指挥 你决定吧 走 张坤这是在干什么 难不成他真要端了这个据点 现在这个局势很不明确 是 你怎么会这样的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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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敏 准备战斗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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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走 快跑 快点 走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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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把这里没了 等等 这里范围太大了 我们人手不够 如果分散开 很容易被偷死 官长 马上进行包围 把这里的人 统统予以剿命 是 上 你为什么阻止我开枪 按照你的举动 我可以随时处决你 无论怎么样 你要解决决定 这本线军队 已经包围这里了 我已经安排回退了 仅凭敌人的兵力 还不足以包围我 神气枪声 日本宣兵队已经到了 咱们总会这么快 俗仅凭敌人的兵力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宣兵队在这里 已经有驻军了 我先不杀你 我们分头突围 只要我们还活着 我一定会追究你的此事 是吗 这些不是一般的敌人 我们这么多兵力 居然到现在也没有把他们见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对方应该是重庆那位派来的人 负责清除和重建军统组织 那看来我们还因祸得福了 居然还比了一条大意 两队 长报 看清楚 不行 我们的人在里面 г minutes 咱的事 怎么还不及了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人 我一定要去救他 你也护好 我先把眼前这些 的小鬼子灭掉 停止尸击 立刻进入仓库进行搜索 你有我的命令 不准开枪 是 住手 这个人一定要抓黄的 别过来 再往前一步我就开枪 生命这么可贵 你何必这么做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苟且偷生 我只不过 是想看看这两个叛徒 丑陋的样子 杜婧妍 只要你肯投降 美骨子科长 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你就是特高科的科长 没错 只要你肯答应投降 我会保障你的安全 只要你肯投降 我一定会给你 最好的待遇 不准的 你肯定地 你肯定客气 你肯定你肯定了 你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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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